黄荣环顾众人 笑道 我和这位额头生脚的爷又没冤仇 要是我失手打伤了他 那怎么对得起大家 侯通海踏上一步 路道 你伤得了我 凭你这臭小子 我额头上生的是瘤子 不是脚 你瞧瞧清楚 可别胡说八道 黄荣不去理他 仍是脸像旁人 说道 我和他各拿三碗酒 比比功夫 谁的酒先泼出来 谁就输了 好不好 他见梁子翁折花 鹏连虎发招 杀通天擒拿 各个武功了得 君是远在自己之上 吉如这三头娇 侯通海 虽曾叠加戏弄 但自己也只是仗着 轻身功夫和心思灵巧 才占上风 要讲真实本领 自制颇有不如 心想伪金之计 只有一小脉小 跟他们胡闹 只要他们不当真 就可脱身了 侯通海怒道 谁跟你闹着玩 披面又是一拳 来是如风 力道沉默 黄蓉闪身碧果 笑道 好 我身上放三碗酒 你就空手 咱们比划比划 侯通海年纪大他两倍有余 在江湖上 威名虽远不如师兄杀通天 总也是成名的人物 恕他这般当着众人连击几句 更是气恼 不加思索的 也将一碗酒往头顶一放 双手各拿一碗 左腿微曲 右腿一蒙往黄蓉踢去 黄蓉笑道 好 这才算英雄 展开轻弓 满庭游走 侯通海连踢竖腿 都给他避开 众人笑盈盈地 瞧住二人相抖 但见黄蓉上身 稳然不动 长裙垂地 身子却如在水面 飘荡一般 又似足底 装了轮子滑行 想是以稀碎脚步 前驱后退 侯通海大踏步追赶 一步一顿 腾腾有声 显然下盘功夫 扎得极为坚实 黄蓉以退为进 脸师巧招 想以手肘碰翻他九碗 却都被他侧身毙过 梁子翁心道 真女孩功夫练到这样 这也不容易了 但时候一长 终究不是老侯对手 管他谁胜谁败 都不关我事 心中记挂的 只是自己房里的 真要切薄 当即转身走向门边 要去追拿到药的奸细 心想对方要的是 血节 田七 雄蛋 莫要这四位咬 则是王储一派人来到的了 这四位也不是什么名贵药物 给他尽数取去了 也不打紧 可别给他顺手牵羊 拿了我旁的肾吗 活静被大蛇缠住 渐渐昏迷 呼觉意味斗浓 药气中鼻 直到蛇嘴一伸进脸边 若是给蛇牙咬中 那还了得 危急中低下头来 口鼻眼眉都贴在蛇身之上 这时全身动弹不得 只剩下牙齿可用 情急之下 左手运镜拖住蛇头 张口往蛇颈咬下 那蛇受痛 一阵扭曲 缠得更加紧了 国境连咬术口 墨诀一股带着药味的蛇血 从口中直灌进来 辛辣苦涩 岂未难当 也不知血中有毒无毒 但不敢张口吐在地下 生怕一松口后 再也咬他不住 又想那蛇失血多了 力减缠韧之力 当下尽力瞬息 大口大口吞落 吸了一顿饭时分 腹中保障之急 那蛇果然渐渐衰弱 挤下静振 放松了锅镜 摔在地下 再也不动了 锅镜累得筋疲力尽 扶着桌子想逃 只是双脚酸麻 过得一会 只觉全身都是热烘烘的 犹如在一堆大火旁 烤火一般 心中有些害怕 但过不多时 手足便以行动如常 猪身燥热却丝毫不减 手被按上脸颊 助手火烫 一摸怀中各包药材 并未跌落 心想药材终于取得 王道长有救了 那牧一妇女 被完颜康无辜监禁 数不定会给他害死 须得就他们脱险才是 出的门来 辨明方向 竟往监禁牧师妇女的铁牢而去 来到牢外 只见众亲兵来往巡逻 把手伸延 国境等了一会 无法如先前一般混入 于是奔到屋子背后 带巡查的亲兵走过 跃上屋顶 轻轻落入院子 摸到铁牢旁边 侧耳倾听 牢旁并无看管的兵丁 笛声道 牧老前辈 我来救你了 牧一大为诧异 问道 尊驾是谁 郭靖道 晚辈郭靖 牧一日间曾依稀听到 郭靖名字 但当时人声嘈杂 兼之受伤之后 各是纷支探来 是已并未在意 这时午夜人静 突然间 郭靖两字送入耳骨 心中一震 产生道 什么 郭靖 你 你 姓郭 郭靖道 是 晚辈就是日间和小王爷打架的那人 牧一道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郭靖道 先奉名叫孝天 他又识不知父亲的名字 后来朱聪教他十字 已将他父亲的名字教了他 牧一热泪盈眶 抬头叫道 天哪 天哪 从铁榨中伸出手来 紧紧抓住郭靖手腕 郭靖只觉他那只手不住颤抖 同时感到有几滴泪水落在自己手臂之上 心想 他见我前来相救 欢喜得不得了 轻声道 我这里有丙利刃 斩断了锁 前辈就可以出来了 那小王爷先前说的话都是存心欺骗 两位不可相信 牧一却问 你娘姓李 是不是 她活着呢 还是故事了 郭靖大旗 道 你怎么知道我妈姓李 我妈在蒙古 牧一心情激动 抓住郭靖的手指是不放 郭靖道 你放开我手 我好斩锁 牧一似乎拿住了一件奇珍异宝 唯恐一放手就会失去 仍是牢牢握住他手 叹道 你 你长得这么大了 哎 我一闭眼就想起你故事的爸爸 郭靖祈祷 前辈认识先父 牧一道 你父亲是我的义兄 我们八败之交 情义胜于同胞手足 说到这里 猴头耿住 再也说不下去 郭靖听了 眼中也不禁湿润 这木翼就是养铁心了 他当日与官兵相斗 背后中枪 受伤极重 扶在马背上奔出树里 摔下马来 晕在草丛之中 刺沉行转 盼死爬到附近农家 养了鱷鱼 才勉强支撑住可以起床 他寄局的村子叫贺塘村 离牛家村有食物流离 幸好那家人家对他倒是尽心相待 他寄挂妻子 却又怕官兵公差在牛家村守候 又隔数日 半夜里回家查看 来到门前 但见板门反扣 心下先自凉了 开门进屋 只见是除之息 妻子包式 替他缝了一半的新衣物子 抛在床上 墙上本来挂着两杆铁枪 一杆已在混战中失落 余下一杆仍是以壁而悬 却是孤零零的 宛似自己一般行贷影之 试了就履 屋中除了到处满机灰尘 一切便于当晚无意 显示妻子没回来过 再去看隔壁凶郭家 也是如此 他想卖酒的屈三 是个身负决意的艺人 祸能援手 可是来到小酒店前 却见也是反锁住门 无人在内 敲门向牛家村 相属的村人询问 都说官兵去后 郭阳两家 亦无音讯 他再到红梅村岳家去探问 不料岳父得到噩耗后 受了惊吓 已在十多天前去世 杨铁心欲哭无泪 只得又回去和唐村那家农家 当真是祸不单行 当地瘟疫流行 那农家一家七口 六个人在数天之内 先后染一身亡 只留下一个出事喂酒的女婴 杨铁心则无旁贷 收了这女婴为一女 带着他私下打听 找寻郭小天之妻 与自己妻子的下落 但这时一个远头莫北 一个爷已到了北方 哪里找寻得住 他不敢再用杨铁心之名 把杨子拆开 改幕为幕 便名幕役 十余年来东奔西走 浪迹江湖 一女慕念词也已长大 出落的花朵 一般的人才 杨铁心料想 妻子多半已死在乱军之中 却盼望老天爷有眼 以胸郭孝天有后 因此才要一女抛头露面 竖起比武招亲的锦旗 打造了一对冰铁短脊 插在旗旁 实盼能与郭靖相会结亲 但人海茫茫 却又怎能遇得住 过得大半年 杨铁心野心淡了 只盼为一女找到一个人品赌食 武艺过得去的汉子微续 也已心满意足 哪知道日间遇上了 完颜康这件尴尬事 而这个仗义出手的少年 竟是日夜挂在心怀的 一兄之子 怎叫他如何不心意激荡 武内如沸 慕念词在一旁听 两人叙旧 便想出言提醒 要郭靖先救他们出去 再慢慢谈论 忽然转念一想 这一出去 只怕永远见不到他了 一句话当到口边 又缩了回去 郭靖也一想到救人要紧 缓缓伸手出仗 举起金刀 正要往铁锁上斩去 门缝中忽然透进几道亮光 有脚步声走向门边 他忙往门后一缩 老门打开 进来几人 郭靖从门缝里瞧出去 见当先那人手提纱灯 看福色是个亲兵队长 身后跟住的 却是完颜康的母亲赵王王妃 只听他问道 这两位便是小王爷今儿惯的吗 亲兵队长应道 是 王妃道 马上将他们放了 那队长有些迟疑 并不答应 王妃道 小王爷问起 说是我交放的 快开锁吧 那队长不敢为老 开锁放了两人出来 王妃摸出两钉银子 递给杨铁心 文言说道 你们好好出去吧 杨铁心不结银子 双目盯着他 目不转睛的凝视 王妃见他神色古怪 料想他必须气恼 心中甚是欠疚 轻声道 对不起得很 今日得罪了两位 实是我儿子不好 请别见怪 杨铁心仍是瞪目不语 过了半晌 伸手接过银子揣入怀里 欠了女儿的手 打他步走了出去 那队长骂道 不懂规矩的野人 也不败谢王妃的救命之恩 杨铁心指如不闻 郭靖等众人出去 关上了门 听得王妃去远 这才悦出 四下张望 已不见杨铁心妇女的踪迹 心想他们多半已经出府 于是到香雪厅来寻黄蓉 要他别再偷听 赶紧回去送药给王储夷服用 走了一程 前面弯角处转出两盏红灯 有人快步而来 郭靖忙缩在旁边假山之后 那人却已瞧见了他 喝道 谁纵身扑道 举手抓僵下来 郭靖身臂隔开 灯光眼映下 看得明白 正是小王爷 完颜康 原来那亲兵队长奉王妃之命 放走杨铁心妇女 忙去飞报小王爷 完颜康一惊 母亲一味心软 不顾大局 却将这两人放走了 要是给我师父得知 带了他妇女来和我对质 再也抵赖不得 那可糟了 忙来查看 想再接住两人 岂只在路上撞见了郭靖 两人白日里打了半天 不宜黑夜中又在相遇 一个急欲出府送药 一个急盼杀人灭口 这一打上手 打得比日间更是狠辣三分 郭靖几次想夺路而逃 总是被完颜康截住了 无法脱身 眼见那亲兵队长拿出腰刀 更欲上来相助 心中只是叫苦 梁子宏料到黄荣要拜 乃至他刚一转身 听上情世书变 黄荣双手齐震 头顶一昂 三只碗同时飞了起来 一个八不赶缠 双掌向胡同海胸前劈倒 胡同海手中有碗 不能发招抵御 只得向左闪让 黄荣右手顺势掠去 胡同海避无可避 只得举臂挡戈 双腕相交 胡同海双手碗中的酒水泼的满地都是 头上的碗更落在地下 当嗡一声 打得粉碎 黄荣拔起身子 向后击退 双手接住空中落下的两碗 另一碗酒端端正正的落在他云殡之顶 三碗酒竟没见出一点 众人见他一瞧取胜 不禁都暗叫一声 好 欧阳克却大声喝彩 沙通天怒目向他瞪了一眼 欧阳克魂没在意 反而加上一声 好得很啊 侯同海满脸通红 叫道 再比过 黄荣手指在脸上一刮 笑道 不害臊吗 沙通天见师弟师利 哼了一声道 小丫头诡计多端 你师父到底是谁 黄荣笑道 明在对你说 线下我可要走了 沙通天西部弯曲 足部跨部 不知怎样 突然间身子移在门口 拦住了当路 黄荣刚才被他抓住双手手腕 历时动弹不得 一致他厉害 这时见他这一下移行换位功夫 更是了得 心中暗惊 脸上却是神色不变 眉头微皱 问道 你拦住我干吗 沙通天道 要你说出是谁门下 闯进王府来干身吗 黄荣秀眉微痒 道 要是我不说呢 沙通天道 鬼门龙王的问话 不能不答 黄荣眼见听门就在他身后 相距不过数尺 可就是给他拦在当路 万难闯关 见梁子翁正要走出 笑道 老伯伯 他拦住我 不让我回家 梁子翁听他这般柔声诉苦 笑道 沙龙王问你话 你好好回答 他就会放你 黄荣格的一笑 说道 我就偏不爱他 对沙通天道 你不让路 我可要闯了 沙通天冷冷的道 叫你有本事出去 黄荣笑道 你可不能打我 沙通天道 要拦住你这小小丫头 何必沙龙王动手 黄荣道 好 大丈夫一言为定 沙龙王 你瞧那是什么 说着向左一指 沙通天顺着他手指瞧去 黄荣承他分心 一惊带风 纵身从他肩旁钻出 身法甚是迅捷 不料沙通天 移行换位的功夫 时势不凡 黄荣刚要强出 墨地里见他右手 伸出两根手指 对准了他眼睛 只带他自己撞将上去 幸而他能方能输 去世虽急 仍然在中途猛然止住 立即后退 他忽左忽右 后退前驱 身法变幻 连闯三次 总是给沙通天 挡住了去路 最后一次去见他 一个油光精亮的 秃头附下持续 正对准了自己鼻尖 若不是收脚的快 只怕自己的鼻血 便得染上了他的秃头 只吓得黄荣 大声尖叫 梁子翁笑道 杀龙王室大行家 别再试了 快认输吧 说着加快脚步 急往自己房中奔去 刚踏进门 一股血腥气 便扑鼻而至 猛叫不妙 晃亮火折子 只见那条 猪红大蛇 一死在当地 身子浅扁 蛇蟹已被吸空 满屋子药灌药瓶 乱成一团 梁子翁这一下 身子凉了半截 二十年之功 肺域一息 抱住了蛇尸 忍不住流下泪来 原来这身仙老怪 本是长白山中的深刻 后来害死了一个 身受重伤的前辈一人 从他衣囊中 得了一本武学秘本 和十余章药方 照法修炼严习 自此武功了得 兼而精通药力 药方中有一方 是一药养蛇 从而一惊撞体的秘诀 他照方采集药材 又费了千辛万苦 在深山密林中 补到了一条 奇毒的大辐蛇 以各种珍奇的药物饲养 那蛇体色本是灰黑 浮了丹沙 身中等药物后 渐渐变红 喂养二十年后 这几日来提议全红 因此他虽从 辽东应聘来到严京 却也将这条累赘的 大蛇带在审判 眼见功德圆满 只要稍有舒日之辖 就要瞬息蛇血 静坐修功之后 便可养颜异兽 大增功力 乃至蛇血突然被人吸去 岂不令他伤痛欲绝 他定了定神 见蛇颈血液未凝 知道仇人离去喂酒 当下急奔出访 跃上高树 四下眺望 只见园中有两人 正在翻翻滚滚的恶动 他怒火如焚 煞时赶到 郭靖与完颜康身旁 辅进身就闻到 郭靖衣上蛇血的兴起 郭靖武功 本来不及完颜康 这番交手 厨师又吃了几下亏 拆布十余招 只觉腹中炎润异常 似有一团火球 在猛烈燃烧 体内犹如滚水沸腾 弱得难受 口渴异常 猪身欲裂 到处齐痒无比 心想 这番我真要死了 蛇都发作出来了 惊惧之下 背上又被完颜康点 打了两拳 只是体内难受无比 详行之下 身上中拳已不觉 如何疼痛 梁子温怒喝道 小贼 谁知是你来到我宝舍 他想这宝舍古方 隐秘异常 亮郭靖这矛头小子 绝不能知道 毕是另有高人 指点了他来下手 十之八九 便是王楚义 郭靖也是心中大怒 叫道 这条放在房中害人的毒蛇 原来是你养的 我已中了毒 跟你判了 飞步过去 举拳向梁子温打道 梁子温闻到 他身上要气 恶念斗生 他喝了我的腹蛇宝血 我立即取他性命 喝钱他的血 药力仍在 或许更加野味可知 想到此处 不禁大喜 双掌翻飞 数招间已抓住郭靖手臂 脚下一勾 郭靖扑得到了 梁子温拿住他左手脉门 将他先倒在地 刚口便去要他咽后 要吸回宝穴 收入这二十年 才要四舍之躬 黄荣连抢数次 不论如何快捷 总被沙通天毫不费力的挡住 此时沙通天如要勤他 可说手到哪来 然见赵王扮演弘烈 在旁观看 便乘机露一手上乘轻功 黄荣暗暗注急 忽然停步 道 只要我一出这门 你不能再跟我为难 成不成 沙通天道 只要你能出去 我就认输 黄荣叹道 可惜我爹爹只交了我进门的本事 却没交出门的 沙通天骑道 什么进门的 出门的 黄荣道 你这路一行换位功夫 虽然已很不差 但比起我爹爹可还差得远 简直差了十万八千里 沙通天怒道 小丫头胡说八道 你爹爹是谁 黄荣道 我爹爹的名字说出来 只怕吓坏了你 不说也罢 当时他教我闯门的本事 他守在门口 我从外面进来 闯了几次也闯不进 那似你这般微末功夫呢 我从里到外虽然走不出 但从外面闯进来 却是不费吹灰之力 沙通天冷笑道 从外入内 跟从内到外还不是一样 好 你倒来闯闯看 当即让开身子 要瞧他从外入内 又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功夫 黄荣闪身出门 哈哈大笑 道 你中计了 你说过的 我一到门外 你就认输 不能再难为我 现下我可不是到了门外 沙龙王室当是高人 言出如山 咱们这就再见了 沙通天心想 这一小丫头虽然行鬼 但自己却是有言在先 对她这等后辈 如何能说过了不算 左手在光头顶门上 骚了三骚 战红了脸 意识无计可施 彭连虎却哪能 让黄荣就此脱身 双手连扬 两枚铜钱 积涉而出 从黄荣头顶飞跃而过 黄荣见钱标 双双越过头顶 正自奇怪 此人发射暗器的准头 怎么如此低劣 突然间当的一声 背后风声响动 两枚钱标分左右袭来 直进脑后 原来彭连虎发出的钱标 算正了方位尽力 钱标在廊下大理石 珠子上一撞 便即回过来 打向黄荣后脑 钱标所向 正是要害之处 黄荣无法挡架 只得向前急跃 身高站定 后面钱标又倒 彭连虎标发连珠 石树梅接连不断的撞向石柱 弹了回来 黄荣闪避 故事不及 伸手相接更是难呢 只得向前纵跃 数月之后 又已回进了大厅 彭连虎发射钱标 只是要将他逼回厅内 旗帜不再伤人 是已使劲不及 众人喝彩声中 彭连虎挡住了门口 笑道 怎么 你又回进来了 黄荣小嘴一撅 说道 你暗器功夫好 可是用来欺负女孩家 又有什么稀奇 彭连虎道 谁欺负你了 我又没伤你 黄荣道 那么你让我走 彭连虎道 你先得说说 教你功夫的是谁 黄荣笑道 是我在娘肚子里 自己学的 彭连虎道 你不肯说 难道我就瞧不出 反手一掌 向他肩头挥去 黄荣竟是不闪不避 不招不驾 明知斗不过 便索性跟他撒赖 彭连虎手背 刚要击到他肩头 见他不动 果然彻掌回避 贺道 快招架 十招之内 我必能接出你 这小丫头的抵来 他生凭各家各派的 武功见得多了 眼见黄荣身发诡异 一时瞧不准他的来历 但资料只要动上了手 不出十招 便能辨明他的宗派门户 黄荣道 要是十招认不出呢 彭连虎道 那我就放你走 看招 左掌斜劈 右拳冲打 同时右腿直踹出去 这一招三撤连环 虽是一招 却包含三计出手 黄荣转身闪过 右手拇指按住了小指 将十指 中指无名指 三指伸展开来 戳了出去 便如是一把三股叉模样 使的是一招插法 夜叉探海 猴通海大叫 夜叉探海 大师哥 这臭小子使的是 是本门武功 杀通天赤道胡说 心知黄荣戏弄 这个宝贝师弟多识 早已学会了几招 他的插法 藤连虎也忍不住好笑 温泉直冲 黄荣斜身左窜 膝盖不屈 足不迈步 已闪在一旁 猴通海叫道 宝贝师弟多识 大师哥 是你教的吗 杀通天赤道 少说几句成不成 老是出丑 心中倒也佩服着 姑娘聪明之急 这一下宝贝师弟 禁力方法虽然完全不对 但单看外形 倒与自己的功夫 颇为相似 而且一窜之下 居然比得 开棚脸虎 出手如风的一拳 那可这时不易 接下去两招 黄荣又掌横劈 使的是沈青刚的断魂刀法 双臂直击 用上了马青雄的夺破边法 只把猴通海看得连声一 一 一的呼叫 说道 大师哥 这 这臭小子 当真是本门 若不是见到大师哥 脸色不善 早已将本门的招数 叫出来了 彭连虎怒气剑声 心道 我手下留情 小丫头特杀狡猾 若是不下杀手 量他不会用本门拳法招架 要知学武之人 休息本门功夫之后 竟有庞才博取 再去学练别派拳击的 但到了生死之际 自然而然的 总是以最精熟的 本门功夫抵御 彭连虎出十四招 只是四招 到第五招上 静不容情 呼的一声 双掌带锋 迎面劈去 旁观诸人 见他下了杀手 不自禁的都为黄蓉担心 众人不知他来历 又均与他无冤无仇 见他年又娇美 言行又俏皮可喜 都不想见他就此命丧 彭连虎的杀手之下 唯有侯通海才 盼着臭小子 死得越快越好 黄蓉还了一招 完颜康的全真派掌法 又架了一招 郭靖的南山掌法 那都是日间见到 两人比武时续来的 第七招三尺连环 竟然献许献卖 便是彭连虎 自己所使的第一招 但左至右处 已是显向还胜 若凭二人真实功夫 黄蓉出尽全力 尚且抵御不住 何况如此存心戏怒 总算彭连虎招数虽狠 毕竟不愿真下毒手 凭灵力内力取他性命 只是要从他招数上 认出他的师承来历 这才容他拆了七招 白陀山少主欧阳克笑道 小丫头聪明的紧 可用上了彭寨主的拳法 哎呦不成了 不成了 还不向左 彭连虎拳法灵动 虚实护用 到第八招上 左手虚晃 右拳抢出 黄蓉六得 他左手似虚乃是 右拳如实却虚 正要向右闪避 胡听欧阳克叫破 心念一动 当即斜身轻飘飘向左跃出 这下姿势美妙 听上众人竟是谁也认不出来 彭连虎听欧阳克从旁指点 心下重脑 心想 难道我就避不了你这丫头 号称牵手人徒 生性最是残忍不过 初时见黄蓉年幼 又是女子 若是杀了她 未免有失自己身份 这时拆了八招 始终瞧不出分毫端倪 如何不怒 第九招推窗望月 竟自用上了石成立 左掌阴 右掌阳 一揉一缸 同时推倒 黄蓉暗叫不妙 正带急退闪躲 骑士已是不急 眼见拳风掌力破到面门 急忙头一地 双臂内弯 手肘向前 四剑斑向敌人胸口撞去 彭连虎这一招去是虽猛 只她尚能拆解 但接着第十招 料得她万难招架 舒然间见她一躬为首 习一向自己要害 第十招 星落长空 本已使出一半 立即凝住内力 便如悬崖乐马一般 硬生生扣招不发 叫道 你是黑风双上门下 余生竟是微微颤抖 右臂阵处 黄蓉向后直跌出了七八步 彭连虎此言一出 众人都是悚然动容 除了赵王完颜红列外 听众对黑风双上 人人忌惮 彭连虎第十招 本要痛下杀手 至少也要打得 这小丫头重伤殴血 但在第九招忽然看出 她本门武功 竟是黑风双上一路 大惊之下 这个连杀百人不打一眼的魔头 竟然联手越开 黄蓉被她一推 险些摔倒 带她勉力定住 只觉全身都是震得隐隐作痛 双臂更似失了知觉 该要答话 竟夜中远处传来一声大叫 正是郭靖的声音 叫声中带着惊慌愤怒 似乎遇到了极大危险 黄蓉情节观心 不禁失色 郭靖被梁子翁按倒在地 手上腿上麦门同时被拿 再也动弹不得 输绝梁子翁张口来咬自己咽喉 危急中也不知哪里来了一股神力 分力猛正 一个礼于打挺 以跃起身来 梁子翁反手一掌 郭靖向前急跃 但梁子翁张法如风 这一掌如何闭得开 嗨的一声被心早住 这下与完颜康的拳头可大不相同 邓时其痛彻骨 郭靖只吓得心胆俱寒 哪敢逗留 急不向前奔逃 他轻功本好 在花园中假山花木之间东西奔窜 梁子翁一时倒也追他不住 郭靖进了一阵 稍易迟缓 吃的一声 后新衣服被撕下了一大片 背心隐隐作痛 廖志已被抓破皮肉 郭靖大害 没命的奔逃 眼见前面正是王妃所居的农舍 当即跃入 只盼黑暗中敌人找寻不到 得以拖难 他扶在墙后 不敢烧动 只听梁子翁与完颜康一问一答 慢慢走近 梁子翁粗声爆起 显示怒不可疑 郭靖心想 躲在墙边 终究会给他找到 王妃心词 祸能救我 危急中不暇再想 只闯进房 只见房中烛火上鸣 那王妃却在令室 他四下一望 见东边有个板厨 当即打开厨门 缩身入内 再将厨门关上 把金刀握在手里 刚松的一口气 只听脚步声响 有人走进房来 郭靖从厨缝中望出去 见进来的正是王妃 只见他缓步走到桌边坐下 慌着烛火呆呆出身 不久完颜康进来 问道 妈 没坏人进来吓了您吗 王妃摇摇头 完颜康退了出去 与梁子翁另行搜查去了 王妃关上了门 便欲安紧 国境心想 带他吹灭灯火 我就从窗里逃出去 不 还是多待一会 别又撞上了小王爷 和那白发老头 这老头刚才要咬我的咽喉 这一招实在古怪 师父们可从来没教过 下次见到 须得好好请问 人家咬你咽喉 那又如何拆解 又想闹了这么久 想来蓉儿早回去了 我得快些出去 否则他定会寄管 忽然窗阁一响 有人推窗跳了进来 郭靖和王妃都大吃一惊 王妃更是时声而呼 郭靖看这人时 正是那自称木翼的杨铁心 不禁打出意料之外 直到他早已带了女儿 逃出王府 岂之仍在此处 王妃稍一定神 看清楚是杨铁心 说道 你快走吧 别让他们见到 杨铁心道 多谢王妃的好心 我不轻来向您道谢 死不瞑目 但与寒讥讽 充满酸苦辛辣之意 王妃叹道 那也罢了 这本事我孩儿不好 委屈了你们妇女两位 杨铁心在石中寺下打量 见到桌凳橱窗 竟然无一物不是旧时 心中一阵难过 眼眶一红 忍不住要掉下眼泪来 伸袖子在眼上抹了抹 走到墙旁 取下壁上挂住的一根 生满了袖的铁枪 拿进探石 只见进墙间六寸处 赫然刻着铁心杨氏四字 他轻轻俯缩枪杆 叹道铁枪生锈了 这枪好久没用了 王妃温言道 请您别动这枪 杨铁心道 为什么 王妃道 这是我最宝贵的东西 杨铁心色然道 是吗 蹲了一顿 又道 铁枪本有一队 险下只剩下一根 王妃道 是吗 杨铁心不打 把铁枪挂回墙头 向枪旁的一张破离 注视片刻 说道 犁头损了 领着东村张木尔 加一斤半铁 打一打 王妃听了这话 全身颤动 半晌说不出话来 宁目瞧着杨铁心 道 你说什么 杨铁心缓缓地道 我说里头损了 名叫东村的张木尔 加一斤半铁 打一打 王妃双脚酸软无力 跌在椅上 颤声道 你 你是谁 你怎么 怎么知道我丈夫去世 哪一夜 哪一夜所说的话 这位王妃 自就是杨铁心的 妻子包希若了 亲国六王子 完颜洪烈在临安牛家村 中了秋楚记一件 幸得包希若相救 见了他娇柔秀丽的容貌 竟是念念不能去心 于是已经赢贿赂了段天德 要他带边夜袭牛家村 自己却假装狭义 与包希若危难之中出手相救 包希若家破人亡 举目无亲 直到丈夫已死 只得随完颜洪烈背来 禁不住他低声下气 出尽了水魔功夫 无可奈何之下 终于嫁了给他 包希若在王府之中 十八年来容颜并无多大改变 但杨铁心奔走江湖 风霜亲母 早已飞复西时少年子弟的模样 是以此日重会 包希若竟未认出 眼前之人就是丈夫 只是两人别后互相思念 于当年遭难之息 对方的一言一动 更是魂牵梦影 既得加倍分明 杨铁心不达 走到板桌旁边 拉开抽屉 只见放着几套男子的青布衫裤 正与他从前所穿住的一模一样 他取出一件布衫 往身上劈了 说道 我衣衫够穿了 你身子弱 又有了孩子 好好多歇歇 别再给我做衣裳 这几句话 正是十八年前那晚 他见包希若怀祝运 给他逢新衫之时 对他所说 他抢到杨铁心身旁 捋起他遗袖 果剑左臂上有个伤疤 不由得惊喜交集 只是十八年来认定丈夫早已死了 此时重来 自视鬼魂显灵 当即紧紧抱住他 哭道 你 你快带我去 我跟你一块到阴间 我不怕鬼 我愿意做鬼 跟你在一起 杨铁心抱着妻子 两行热泪流了下来 过了好一阵 才道 你瞧我是鬼吗 薄熙若搂住他道 不管你是人是鬼 我总是不放开你 顿了一顿 又道 难道你没死 难道你还活着 那那 杨铁心正要打眼 胡听完颜康在窗外道 妈 你怎么又伤心了 你在跟谁说话 薄熙若一惊 道 我没事 就睡了 完颜康明明听的室内有男人之声 起了疑心 绕到门口 轻轻射门 道 妈 我有话跟你说 薄熙若道 明天再说吧 这时候我劝得很 完颜康见母亲不肯开门 疑心更慎 道 只说几句话就走 杨铁心知他定要进来 走到窗边想跃窗而出 一推窗子 那窗却给人在外面反扣住了 薄熙若黄疾之下 心想只有暂且瞒过儿子再说 世中狭隘 无地可藏 于是指了指板出 杨铁心与爱妻截后重逢 再也不肯分手 拉开厨门 便要进去 厨门一开 房内三人同时大惊 薄熙若乍见郭靖 经不住叫出声来 完颜康听得母亲惊呼 更是担心 只怕有人加害于他 肩头在门上猛撞 郭靖一把将杨铁心拉进板厨 关上了厨门 门身跟住变断 门板飞起 完颜康只闯进来 他见母亲脸色苍白 夹有泪痕 但仿中却无别人 甚为奇怪 盲问 妈 出了什么事 薄熙若定了定神 等 没事 我心里不大舒服 完颜康走到母亲身边 靠在他怀里 说道 妈 我不再胡闹了 你别伤心 是儿子不好 薄熙若道 你去吧 我要睡了 完颜康只觉母亲不住颤抖 问道 妈 没人进来过吗 薄熙若惊道 谁 完颜康道 王府混进来了奸细 薄熙若道 是吗 你快去睡 这些事情你别理会 完颜康道 那些卫兵真够浓包的 妈 你休息吧 正要退出 胡剑板出门缝中 度出一片男子遗角 心中疑云大起 当下不动声色 坐了下来 蒸了一杯茶 慢慢喝着 心中琢磨 处里藏得有人 不知妈知不知道 喝了几口茶 站起来缓步走动 道 妈 儿子今天的枪使得好不好 包熙若道 下次不许你再仗势欺人 完颜康道 仗什么事啊 我和那浑小子 是凭真本事 一拳一枪的比武 说着从壁上摘下铁枪 一抖一收 红鹰一扑 一招起凤藤娇 猛向板出门上侧去 这一下直撤进去 郭靖羽扬铁心 不知抵御 眼见是不明不白的 送了性命 包熙若心中大急 等时晕了过去 完颜康枪间 未到出门 已自收转 心想 原来妈知道 处里有人 主枪靠在身旁 扶起母亲 双眼却注视着 处中动静 包熙若悠悠行转 见出门 好端端的 并未刺破 大为细微 但这般忽惊忽习 已是支持不住 全身酸软 更无半分力气 完颜康甚是会怒 道 妈 我是您的亲儿子吗 包熙若道 当然是啊 你问这个干嘛 完颜康道 能为什么很多事 你瞒着我 包熙若思潮起伏 心想今日之事 必得跟他名言 让他们父子相会 然后我再自求了断 我既失了真结 筑成大错 今生今世 不能再和铁哥重远的了 言念及此 泪落如现 完颜康见母亲 今日神情大义 心下惊疑不定 包熙若道 你好声做主 仔细听我说 完颜康一言做了 手中却仍抄住铁枪 目不转睛地 瞧住出门 包熙若道 你瞧瞧 枪上四个什么字 完颜康道 我小时候就问过妈了 你不肯对我说那杨铁心是谁 包熙若道 此刻我要跟你说了 杨铁心躲在桌内 母子两人的对话 听得清清楚楚 心中怦然 暗道 她现今是王妃之尊 岂能再跟我这草莽匹夫 她泄露我的心脏 莫非要她儿子来杀我吗 只听包熙若道 这支铁枪 本来是在江南大宋 京师临安府牛家村 是我派人千里迢迢去取来的 墙上那个半截里头 这屋子里的桌子 凳子 板橱 木床 每一件不是从牛家村运来的 完颜康道 我一直不明白 妈为什么定要住在这破破烂烂的地方 儿子给你拿些家具来 你总是不要 包熙若道 你说这地方破烂吗 我可觉得比王府里化洞凋梁的楼阁 要好得多呢 孩子 你没福气 没能和你亲生的爹爹妈妈 一起住在这破烂的地方 杨铁心听到这里 心头大震 眼泪扑素素的落下 完颜康笑道 妈 你越说越奇怪了 爹爹怎能住在这里 包熙若叹道 可怜他十八年来东奔西走 流落江湖 要想安安稳稳的在这屋子里住上一天半日 又哪里能够 完颜康睁大了眼睛 颤声道 妈 你说什么 包熙若立声道 你可知你亲生的爹爹是谁 完颜康更齐了 说道 我爹爹是大金国赵王的便士 妈你问这个干嘛 包熙若站起身来 抱住铁枪 泪如雨下 哭道 孩子 你不知道 那也怪你不得 这 这便是你亲生爹爹当年所用的铁枪 指着枪上的名字道 这才是你亲生爹爹的名字 完颜康身子颤抖 叫道 妈你神之糊涂了 我请太医去 包熙若道 我糊涂身吗 你道你是大金国女真人吗 你是汉人啊 你不叫完颜康 你本来姓杨 叫做杨康 完颜康精一万分 又敢说不出的愤怒 转身道 我请爹爹去 包熙若道 你爹爹就在这里 打踏步走到板竹边 拉开橱门 牵着杨铁心的手走了出来 这部纯粹是我个人认为非常好的作品 所以我做了这部影片给大家 主要目的是让盲人或市场人士 能够观看电视和电影 为残障人士提供包容性体验 使他们能够获得与其他人相同的信息和娱乐 感激你看完这部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就支持这个系列吧 你的流量是我的动力 请不要吝啬的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然后点开旁边小铃铛 和给我一个大目沟